北捷為了省電呢 在內有許多節電措施 像是手扶梯沒有民眾搭乘的時候 就會開啟所謂的省電模式 不過這已經不夠北捷省電發大絕 捷運站內抬頭看一看 燈管直接被消失 為了節流車站利用自然光 盡量維持最低亮度 燈管也全部被換成LED燈 一年約可省下一億兩千萬元 如果政府調高一%的話 那就一年我們的支出 電費支出就要增加 接近兩千萬 前一天才寒苦的北捷電價確定受影響 因為北捷屬於特高壓電用戶 電價從2.2354元一度 調整為2.5707元 初步估計一年增加三億用電費用 即便台鐵軌道業 工藝性電價優惠措施 像是北捷淘捷每年九五折優惠 不過高捷還是寒苦 因為已連兩年虧損 累計達7.5億以上 電費佔經營成本的12% 如果再漲恐怕雪上加霜 成本是否反映在票價上民眾最關心 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捷運帶給我們方便 應該還蠻多 然後又是很環保 所以如果是在合理的範圍內漲價的話 我覺得可以接受 如果還是有月票的話 還可以接受 對 那如果沒有月票的話 對通勤族來說 可能壓力會重不少 就連雙鐵也首當其衝 高鐵表示費率訂定與調整 會依據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來變動 是否會調整還要再討論 萬物街長 十一住行沒有一向躲得過 近新聞操展彭志華採訪報導